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是全部都打英文 就是 反正有付過翻譯 你就打眉毛、eyebrow 眼皮、eye lid 上眼皮、下眼皮 這個要一個一個 這樣子的命名 然後呢 這個dummy也要一樣的 做對應的命名 大V 表示這是移動用的 正面至於命名的習慣 看你自己個人的 就是 你想要你自己能夠辨識就好 因為也許 過個一年 就忘記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左右都要把命名完成 這個呢 就是School 同路 John 下巴 Next 脖子 然後 這個把它沾掉 用不到 比例檔 要的時候再做一個 下巴 Link 到 頭 下巴Link 到頭 因為 頭在動的時候 下巴 下巴 必須跟著動 下巴 下巴 在動的時候 頭 不會跟著動 好 然後 所有的dummy 也不是所有 大部分的dummy 都跟著動 都跟著動 好 然後 嘴巴的dummy 這個部分 就要看你要怎麼思考 你是要下巴 打開 嘴巴 嘴巴 嘴巴就張開 還是 下巴打開的時候 嘴巴 是固定的 然後 是要靠手動把下嘴唇 往下拉 好 這個就看 操作的習慣 好 那我目前是 傾向於 就是連動 所以上嘴唇 跟著頭 下嘴唇 跟著下巴 嘴角 好 那 嘴角 這個很尷尬的位置 把它跟著 下巴 就是它動了以後 再把它 這個很尷尬 這位置非常尷尬 跟著頭 跟著頭 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個 你就要想一下 你下怎麼控制 我們跟大家 全部跟著頭 就是下巴歸下巴 然後嘴唇歸唇 另外一個控制 好 這樣避年 呃 我至少還可以說 下巴往下動一點點的時候 嘴巴還抿著 可以做這樣的操作 所以 它最終會形成 SCHEMATIC SCHEMATIC VIEW SCHEMATIC VIEW 好 呃 你會看到 它的組成的 NEC SCORE 底下有這一堆東西 那這幾個大米是什麼 還有一些 沒連到 嗯 嗯 好像有 我有多件大米 剛剛在建立無件的時候 好像有東西是 就是我拉到那個 超小的大米 好 所以還好發現 現在可以把它清掉 好 嗯 OK 那這樣就好 那剩下這些什麼 這是模型 頭的模型 身體 這是MEN 0E 又是什麼東西 再交出來檢查一下 沒東西 底下的調 沒影響 好 所以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那這樣才是比較乾淨的 最後的檔案結構 那名字都還沒有命名外 好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裡 讓我們 進去 點進去 我打了一個這個 啊 在這裡還有點難辨用 哇 大部分可以點到那個 編輯裡面 還有一點不順 那這個應該是 OK 好 那現在到了這裡 這邊我沒命名 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好 這是Ran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好 點不進去 我還是出去外面做好 好 全部要把它命名完 好 全部要命名完 身體再藏一下 iSelect 來看 好 Treeze 好 Treeze All 可以 那頭呢 呃 其實這時候可以下skin 命名還可以 大家等一下繼續做 也可以 我先把 操作先處理一下 下skin 那它要加的泵 就是這一堆所有的泵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上面所有的泵 同同加進去 好 這待會兒再來繼續 OK